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事 是一位中国小夫妻用诡异的方式 在意大利定居生活的故事 我先预告一下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渣男 没有渣女 没有什么堕胎 什么车祸 白血病这些事 全没有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真事 是我的朋友查查给我投了稿 但是由于我对这个故事 就是不太理解 因为这两个人的这个人生轨迹 就是完全超出我的这个认知范围 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人生轨迹 所以说我会觉得有点疑惑 我给大家屡一屡这个故事 看看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疑惑 首先这个男女主任公出场 介绍一下 这个男的 他应该是80后 应该比我小一些 应该也不多 然后呢 他是来自就是 我国中原的某大社 但是他不是生活在城里 是生活在就是乡镇 所以家庭也不成厚 然后呢 女的呢 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要比哈尔滨要好一点 但是由于他家也不是住在城里 也不是祖祖卑卑都富有那种 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两个人是怎么搞事对象的呢 他们俩是在法国遇见的 在法国遇见之后呢 就电关火石了 就是必须要拥有对方了 就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男的 他呢 其实是常住在意大利 他是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但这个工作 在我看来就不是很常见 他做什么呢 是做神父的 他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在意大利做神父 然后他的这个神父呢 就是这个类型的神父 是不允许结婚的 你知道吗 我对神父的最新的这个印象呢 还是伦敦生活里那个 哇 那个服饰的那个女主角 说Neal 去那一神父 但是我周围认识的中国人里面 就是由于没有做神父的 我对这个职业 我就真是不太了解 这个超出我的认知了 然后跟这个女孩 不是就是要谈恋爱吗 然后男的就给他申请了一个 宗教大学 让这个女孩过来读大学 这样他们俩不是就团聚了吗 然后这个女孩过来之后呢 然后就男孩也对他很好 然后给他买苹果手机啊 什么的 女孩非常感动 因为女孩家里也不富裕 就没有人给他买 最新款的这个苹果手机 然后他就很感动 然后呢 就是对这个男的也是死心探地 但是 这个大学是非常 你不能说非常难毕业 就是这个女孩 由于意大利语不太好 看出也看不懂 听都也听懂 导致他没有毕业 没有毕业 你想这就危险了 你都没有学生签了 你怎么能留在这个国家呢 所以呢 他就要找一个地方去报工 在这边华人都知道 就是你说 比如留学生 或者你生分过来的 然后你这个就留国妻了 那就找一个工签了 你给那个中国老板点的钱 给你搞电话 你这个就可以留在这 那OK 那他呢 就是找到查查的 那查查是一个 就是在米兰 一个鼎鼎大人的女企业家 是不是 然后找到查查 就是查查给他半个工签 也没收到多有钱 就是他就是查查公司 这个正式的员工 然后你想 这两个人 你说这个天天打得有火热 是吧 他快就怀孕了吧 那你说 作为一个就是 不能结婚的这个神父 还有女朋友 女朋友大人肚子了 这不被接受来了吗 男的就不能留在这了 因为你不可能在当神父了 你不是神父 你在这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就不在 然后这男的怎么办呢 他就回到中原大省去了 就暂时回国了 然后呢 哎 唯一的事情又来了 他申请了一个留学签证 就是他做了一个留学生的身份 又回到了意大利 申请了一个米兰的公立大使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 你说我也算是一个 讲留学的博主 咱们来意大利留学 我是知道 他是所谓技法生 还是国际生 这个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来这边 就是拿了一个留学的拘留 就跟这个女孩 又重逢了嘛 然后两个人又怀孕什么的 不是 两个人 两个人就是要抚养孩子了 要抚养孩子了 就是他们俩就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 反正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就是可能 来这边的这个方式 认出来的这个方式 有很多 只不过呢 我才书学习 我见识上 我这三年疫情都在家待着 没交什么朋友 我不知道 但是 总有方法能过来 当然你们别问我 我知道的渠道 肯定都是正规的 比如说留学 比如说那个正规的 这个投资移民的方式 我可以给你的介绍 其他的方式 你想一说 想回来当神父 我不知道怎么弄 我不知道怎么弄 你自己去往上去 采用乐器 今天就是春交天的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